Wolf Media的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尹柯 最近啊,不但这种恶性事件特别多,我昨天做了视频 最近这种公众安全事件也特别多 黑龙江的基西,河南的贺壁,两地煤矿接连发生外泄和坍塌 贵州贵阳,十二日发生了化工期外泄 这两期时间死的人都不多,好像都被控制在八人死亡 那么最近湖北实验这件事比八人要多一点 真实死的多少人我不知道,但是很简单的一件事 就是这种公众安全事件特别多 恶性事件多,那是老百姓疾苦 报复社会的人员,躺平躺平躺到一半的人员 起来报复社会特别多,那么这种公众事件 公众安全事件特别多,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啊,自从2020年初,这个武汉肺炎,中共病毒四例 老百姓的生活被彻底的打乱 大家在赚钱还是保命这个问题上,选择了保命 但是一个家庭,一个家族随着你收入的减少 夫妻之间,老丈人和女婿之间,丈娘和女婿之间 婆媳等等这种关系会越来越难相处 因为为什么? 人的不满,不安会向弱者去发泄 像这种报复社会,其实也是在向弱者发泄 像复旦大学这种定点清除 我虽然不鼓掌表示鼓励 但是我至少支持 你这么做 你这么做 对那些拿着鸡毛当令箭的中共领导干部 是有威慑性的 至少手上有点小权力的这些中共党员 不会这么肆无忌惮 好,我们说回到公众安全 像在西方民主国家 这种关系到民生和公众安全的检查 检测是常态化的 因为它涉及到每一个家庭 它是常态化的检查 一旦你犯错 那么对你的处罚会非常的严厉 哪怕你的车停的超过了一定的时间 或者你的车停出了地方 旅游巴士有旅游巴士的检查 餐厅有餐厅的检查 煤气管道的检查也是如此 包括连租你房子的人也会检查 有点什么小问题 我的租客就给我打电话了 什么问题,什么问题,什么问题 物业就给我打电话了 你的租客有什么问题,什么问题,什么问题 那么更何况是公众安全 那么因为2020年的武汉疫情 中共病毒 中国的这些 在涉及到民生安全的 这些环节出现的问题 其实一直都是很大的 市政工程 钢可以掰得断 用竹子去替代钢筋建房子 是吧 那个PVC管的质量硬度不达标 是吧 自来水龙头那个阀门 容易生锈 等等等等常态化的问题 其实一直在中共集权统治下 中国的一些民生里面处在 因为这种公共民生的基建共产 都是一些皇亲国戚的赚钱的法宝 以赤充好 第一步 第二步 管理人员是养闲人化 很多的人啊 都是谁谁谁的儿子 谁谁谁的女儿 谁谁谁的外甥 在那里 管理着煤气管道 管理着自来水 管在管理着店 都是关系户 都是关系户 在管理着公众安全的日常检测 那么这些公子哥 多半都是 白天应付 晚上麻将 扑克KTV 这是常态 责任包干到人 对于他们来说 就是坐一天和尚 撞一天冲 中共的腐败 已经到了根部 所以公众安全 在最近爆发时增长 是因为 这根皮筋啊 已经碳 已经 盆化了 已经瘫化了 就一根皮筋啊 拉着拉着 是吧 就会盆化 就会软化 就会老化 那么中共 执政 切政 其实二周年 在2021年的今天 明确的说 所腐败到了根 公众安全 已经 盆化 老化 我相信 中共 由墙 转弱的时间 到了 我相信 中共 由胜 转向 衰的日子 来临了 好 我是尹柯 我希望每个观众 都可以订阅 Wolf Media 给平台点个赞 再见 明镜 暴力的时间 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